快看,快看这是什么 陈雨谷地下居然插了一把锡呆 还有个纸条 纸条上说这把枪是要从别人那借的 本想着用这把枪触摸味道 但因为后朋友反目 导致枪被污损 所以把枪留在这里 直到自己的罪孽洗清 唤洗过超年 熊王乐不停 我是调查员 快来分享你眼中的龙年超元素吧 这就是水夜叉用的那把武器吧 武器锡呆的武器介绍中也说到 最终溪水破开阴云时 污泥最终没入了筋骨深处 细载也随着挥补它的夜叉消失其重 而归于沉肿 也有人说这柄长枪 曾经被其他人乡中借走 并在清冷的水池洞仪中 见证过至交的反目 我靠,老米你真细 这不就是在水下的洞穴里 这都能连得上啊 但是大过年的让我发现 是不是就想刀我们 而且这咋拔不出来呢 我还没有细载呢 这要是能拔出来 不就能直接给深河用了 另外还记得那个 给我们提供了清水域的乌龟仙人吗 它不是一次性的 是每天都会刷新 这就是清水域惨一点啊 我们咸云再也不用担心 没有清水域怎么痛破了